现在我们去犹太人纪念馆 这边是入口 在柏林 有一栋楼被称为伤痕建筑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柏林犹太博物馆 柏林犹太博物馆 是由建筑师丹尼尔·吕布斯金设计 主要记录的是 德国犹太人的生活和经历 整体的博物馆 是由一栋老建筑和一栋新建筑组成 这两者在建筑形式上 并没有任何联系 交通是通过地下通道相连 咱们先来看看新建筑的外观 整体历面是银灰色 金属历面 仔细看也不是很光滑 上面都是条形的窗 整个建筑形式基本都是锐角处理 旁边还有一个历面是混凝土的塔 同样在室外的铺地 也有类似线条交错这样的设计形式 整个给人就是一种冰冷 锋利 粗糙 割裂的感觉 通过建筑外观 这个博物馆的主题 基本已经体现出来 这里所记录的并不是美好的东西 而是一些残酷的冰冷的事实 来到室内 老建筑中间是一个大的玻璃体院 里面有散状的柱子组成 然后就是顺着台阶 往地下走 通往新建筑 进去之后 是一条视觉感受很狭长的走廊 这里主要有三条轴线 分别对应着三个主题 我们先随着楼梯到顶部去看一看 整个楼梯间是通高的 旁边的窗就是对应着 里面上的不规则窗洞 楼梯很长 在上方也有各种构筑的交错 它像是钢筋 也像是刺刀 到最上方就进入了展厅 上面展示的是 犹太人在德国的历史生活 包括文化 音乐等等 沿着参观的时候 你会看到中间有一条 狭长的通高中庭 在楼上往下看 你会看到地上铺满了金属 还可以听到金属的碰撞声 随着慢慢往下走 你会越来越靠近这个中庭 建筑里面的部分指示牌 也和整体保持一致 随着越往下参观 整个空间的气氛就越压抑 只有一些休息的角落 颜色才会丰富一点 每一层几乎都能够看到那个中庭 你也会慢慢看清楚 里面到底是什么 这个中庭里面堆满了 用铁铸成的人形影 艺术家将这个创作称之为络艺 而这些看起来悲伤的人脸 就象征着当时的犹太人 当人们在这个空间行走的时候 踩在这些铁块上 就会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这个声音像是手铐脚铐的枷锁 也像是人们的呼喊声 再加上这个高速的远离定的空间 整个声音就一直在这个空间回荡 这个装置艺术空间的设计 将幽暗 封闭 悲伤的气氛 渲染得非常到位 在这个建筑的底部 还有另一条轴线 通往的是大屠沙塔 往这个入口走的时候 整个走的高度是越来越低的 走到塔的入口 开门 里面一片气氛 虽然有游客 但是在这种气氛下 大家都很安静 漆黑的环境当中 只有头顶的高处 有一束光照下来 虽然这个塔很高 但是那种压抑 那种无助感 充满了整个空间 还有一条轴线 是通向流放花园 中间排列的是混凝土石碑 它所象征的是 当时犹太人在逃难过程中 所遇到的艰难和对新环境的陌生 整个建筑 参观下来整体的感觉 是非常出色的 甚至也专门有一个伤痕建筑 来称呼这座博物馆 不仅是立面 如同被刀割过了伤痕 更是因为建筑内部的空间 所呈现出来的感觉 这个建筑也很好地展示了 空间的叙事性 因为很多地方可以称之为 是空间的艺术 或者说视觉的艺术 个人认为这个建筑 是一个在公共文化建筑当中 建筑空间和展示内容 配合的非常默契的经典案例 建筑所反映出来的感受 也是博物馆的一部分 这个说法也经常在提 但是实际能达到这个效果 非常少 除了博物馆所带来的内容之外 回过头来你会发现 这个记录 那段残暴历史的建筑 是建在曾经是施暴者的德国 而且是它的首都伯里 我想这种对历史的态度 也是德国能够在战后 再次得到世界尊重的原因之一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